第一棒核心啊也是投手和内野手啊 看看比赛的第一球怎么样 第一球偏高 我们看到这次比赛啊 这个我们的现场转目的位置也是非常的专业 这个积分板跟大力量的比赛几乎是一致的 那现场的话也有这个英文流的解说啊 也是给到一些球探的这个 来判定这个小球员们他们的天赋怎么样 其实在昨天啊 已经做了各项的大联盟选秀级别的这个测试啊 革命球员的自己的一个情况都是有 而且我们看到现场也有寄宿器啊 上来之后连续的两颗坏球 这边核心选的很耐心啊 因为一上来确实比赛开始的时间也比较早啊 球员热身的肯定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连个我们所说的二刀六的球员啊 第二棒这边给到了一队手的范逸川 好的得分机会 看来之后林子强啊 确实这个感觉上他自己也在去做一些这个热身的工作啊 感觉上肩膀没有完全热开 他的速球急速能够达到86 好第一颗好球出现了啊 均速现在大概在我觉得对他而言可能会比较重要一些啊 球出一好两坏 嗯这边要倒三了 这样垒上没人了 嗯这球我们看到打到了街外区应该是一个街外的飞球满球数 而林子强呢除了他这个速球之外 他最好的球种其实是他的一个曲球啊 而是说相应的也是有些速差的 另外还有搭配一个变速球 嗯好球进来这样的话第一k 也是本场比赛他个人拿到了第一个出局数啊 还不错啊自己调整能力很强 确实脸上没有人之后啊反而这个 心理上的感觉是放松下来了 加拿大打击的应该是三代手王一轩 还是偏高选的很清楚啊 蓝队上来之后 能看得出来选球还是比较耐心的 王一轩呢05届的球员身高1米85 这身材还是比较壮硕 嗯好球进来 他是来自于中山的球员 一号一换 嗯 那就 就是应该是一颗变速球啊投的很精彩 球出领先了 好球 有几个外角变化球 挥棒落空 鼓手接到之后 传一类啊完成了这个三阵 上来之后两个数据数都是三阵拿到的啊 那这就是展现了自己的我们所说的这个需求 就是除了速球之外搭配一颗变速球和一颗曲球 其实对于打者而言选球起来其实是 有很大的难度的 好球 又是一个变速球拿一个好球数 现在打击应该是来到了今天的 蓝队的捕手 顾海诚 把球来自于上海 好球 零四年的球员啊身高1米80 80公斤 也是球队的领军人物之一啊 这个零四年呢在这批的地球球员当中算是年纪 老大哥了啊 他在此前的在美国的比赛当中 Draft League的打击率超过三成啊 有非常好的运动能力 嗯 这个变高的球也是能够破坏掉 而且他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蹲补的技巧是非常的好的啊 从接球到传二里只有 呃 这个非常快的速度 另外他的反应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补助 身后的这个接外球反应能力也很快 两号一换看看球数落后的情况下 这边似乎又是握了一颗变速球 来了 哇这个球很接近啊 我们看到郭外诚也是选的非常的耐心 两号两换 这个球我们看到应该是一个界外球啊 呃 虽然看上去像是界内 但其实应该是在打击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已经到了界外啊 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胜裁判也很专业 第一时间给了Fourball的一个手势 这次的队内赛呢 保守教练基本上就是每一局一个投手啊 就是每个人那这个压力也不会太大 漂亮